所以,佛法就是在改变人的心理压力 使自己增加正能量 首先要了解 任何恐惧的理念都会变化 任何忧郁的理念都是无常的 知无常,才能改变自己的无常观 要明白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摇晃不定 变化无常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学佛人学到最后 如如不动才是本性 师父还说 人要有巴风吹不动的坚强信念和意志 你才能不被外臣所染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钥匙灌顶针炎太灵验了 让我多年来的高血压终于降到了正常值 因为遗传的原因,我年纪轻轻就得了高血压 平时高压就上140多 礼佛磕头都头胀得磕不下去 如果着急上火,休息不好 高压偶尔还会涨到一百九 真是吓死人的节奏 我为此也运用五大法宝 但血压还是时好时坏 当师父开始说 可以念诵钥匙灌顶针炎的时候 我就许愿念诵一万遍的钥匙灌顶针炎 平时有时间 一天可以念到二百或三百遍钥匙灌顶针炎 非常发喜 时间紧张的时候 一天就念四十九遍 为了保证钥匙灌顶针炎的质量 我在念诵前 会至少念诵一遍礼佛大唱悔文来配合 就这样一万遍的钥匙灌顶针炎 在不久前已经念诵完了 高压居然从平时居高不下的一百四十多 降到了一百二或一百一十多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比吃药管用多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童修分享道 大杯水超级神奇 我右手腕处和右手大拇指背上 长了三个扁平油 不耽误念经我也没当回事 前几天发现有发展壮大的趋势 就赶紧擦了大杯水 刚刚一看大的已经蔫了 两个小的几乎看不到了 太发喜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使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给我们的金饭碗 真实不虚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龙天护法和诸佛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君洪台长 弟子简单分享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 弟子有心动过速的毛病 刚刚又犯了 心跳非常快 并伴有后背疼 弟子马上到佛台念药师灌顶真言 祈求观世音菩萨和药师佛菩萨加持 只念了二十一遍 后背就不疼了 刚刚测了心跳 也恢复正常 到了六十八 非常感恩 弟子也感悟到人生无常 越是我值 越是担心一件事发生 那越可能发生 还不如放下 去除心中的杂念和负能量 把一切交给观世音菩萨妈妈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拿摩释迦牟尼佛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拿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我的孩子休学一年 按学校说的 我们要做两手准备 自己找学校 开学之前 我祈求菩萨妈妈保佑孩子 能顺利办好复学手续 能正常入学 我们去学校找校长 虽然校长不满意孩子的成绩和仪容 但是就在开学当天 最后校长同意孩子复学 并安排了班级 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当年佛在王舍城 加兰陀族园 有一天佛告诉诸位比丘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四种马 第一种马 当别人来驾它 要乘坐它的时候 这个马只要看到鞭子的影子 它就能善观情景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完全听那个驾驭者的心 比丘们大家知道吗 这是世间第一两马 佛陀接着又说 比丘们又有世间两马 不能经察到往返的鞭影 就鞭子这么抽来抽去啊 他看不见 但是呢 如果这个鞭子不当心 碰到他的毛和他的尾巴 这个马马上就会 就跑了 比丘们 如果这匹马还不能注意到 鞭子的影子 也不能因为碰到他的 身体的毛和发 他不能顺着这个驾驶的人的想法 那么如果这个驾驶马的人 抽他一下 碰到他的皮肉 他才这么跑 这是第三种马 佛陀说 如果第三种马都不行 一定要铁锤刺身 就是说 毁伤他的皮肉和骨髓 这个马才会有所警觉 那么一路往前 这个是第四种马 佛陀讲完之后 在正法时期 大家记住 现在是末法时期 佛陀的时候叫正法时期 佛陀涅槃之后 五百年 那是相法时期 现在是末法时期 他说有四种人 存在这个世间 第一种人 佛陀说 因为他是文言文 所以我就直接用白话 跟你们讲 他说 有人因为疾病困苦 而死掉 那么有些人呢 听到别人生老病死 死了之后呢 有些人呢 心里马上就 哎哟 他死了 哎呀 他生病了 我要当心啊 马上以正思为 精进的用功 就像第一种马一样 看见别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己马上改变 马上就往前跑 这是第一的 善 善男子 善女人 第二种人 因为无法 因为仅仅听到 别人有毛病啊 身体不好 死亡了 他没有生起 那种紧张的 胃部的 他必须亲自 看到别人 受着老病死土 他一看 哎呀 这个人这么老 脚不能走了 他才开始 精进用功 这种人 就相当于 第二种 善男子 善女人 如果 自己不能因为 听到 或者看到 亲眼看到 有人因为生老病死 而死的 生起胃部心 就是不胃心了 那么 看见有善知识 和自己亲近的人 承受着 死亡啊 生病啊 痛苦啊 那么 他改变自己的观点 这种人 其实就相当于 他要碰到自己的亲人 生病了 受苦了 他才能改变自己 这是第三种人 其实佛陀 意思就是 像第三种马一样 还有一种 第四种人 对别人告诉他的 这个人死了 老了 很苦啊 他不能闻 也不得见 他看不见 也不知道 只有当他自己生病了 自己苦了 自己痛了 自己要死了 他才会生起 燕离心 他才会知道 这个世界上 那是无常的 就相当于 第四种马 没有 彻骨 之苦 他 不会 被 调拂 从 伯陀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 只要看见 别人 生病了 你就要想到 自己 终有一天 也会 生病 只要看见 别人死了 你要想到 要抓紧时间 好好 好好修心 因为终有一天 你也会死掉 这就是觉悟 这就叫智慧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 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忍耐是良药 称怒 要想不吃药 学会无声法 忍辱最重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